减税小確幸來了 財政不公告 因為物價指數漲幅達標 因此明年開始 綜合所得稅 標準扣除額 以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等六大項目 通通調高 進一步來看 調整後稅額 縱所稅免稅額 從原本的8.8萬 變成9.2萬 標扣額12萬 變12.4萬 薪資所得扣除額 提高更多 從20萬變成20.7萬 預估有650萬戶受惠 民眾可支配所得 增加95.7億元 但得等2023年5月報稅 你物價漲上來 然後所得在減免的部分在減 不是從事比沒有好 因為永遠薪資追不上物價 可是也沒有更好的政策 這全球性的沒有辦法 只能想辦法多賺點錢 稅率減多少 會計師舉例 以單身上班族來說 免稅額及扣除額 至少增加1萬5 等於省稅750元到6千 若是雙薪四口之家 免稅額1.6萬 扣除額8千 新扣額1.4萬 加總期來可扣額是3.8萬 等於最多省稅1.52萬元 免稅額是上次的調整是民國106年 那我們的標準扣除額 薪資特別扣除額 是從107年開始調整 所以這兩者的 因為物價上漲的幅度不一樣 所以調整的那個幅度也不一樣 這次調整也算有相當的幅度 收費的那個納稅一五人 可能高達六百五十幾萬人 而課稅急劇也調整 大宗使用的百分之五稅率 所得提高到五十六萬 十二%稅率變成五十六萬到一百二十六萬 至於四十%則是所得進額要到四百七十二萬以上才適用 另外一贈稅免稅額CPI比上次調整百分之十以上 因此從一千兩百萬提高到一千三百三十三萬 贈允稅免稅額則是從兩百二十萬變成兩百四十四萬 物價提高 政府依歸全民減稅 希望平衡 民眾荷包 體育新聞 張曉 張惠賢 台報道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